今天凌晨4点左右 新北市新庄区发生了一名男子 扬言要带着孩童跳楼的案件 32岁有案带生跟通气的男子呢 被与同居女友救后发生了争吵 一气之下他把女友赶出了租屋处 还威胁要带着女友与前夫的两个孩子跳楼 吓得女子赶快报警求救 还好远警及时赶到制止了 不过无辜的孩子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2岁的王姓男子凌晨4点多被警方带走 男子一身酒气还不太清醒 就是因为酒后和同居女友吵架 男子居然扬言要带着女友和前夫 生的两个孩子一起跳楼 女子吓得随即报警 早上回到女子租屋处屋里空无一人 邻居说一大早女子就带着小孩去上学 不过大家都有听到昨晚的争吵 被逮捕的流星男子 但晚上因为酒醉和同居女友吵架 两人僵持不下 他居然扬言要带女友和前夫的两个孩子 跳楼巡短 女子吓得报警 远警破门制止 5岁及2岁 两个无辜的小孩才逃过一劫 所以早上他还带他去上课 对啊 有啊 刚刚已经去了 最大的几岁啊 是独幼之言而已啊 警方查验身份后 发现男子先前就因为妨害自由 有案再生是民通气犯 女子也向警方要求申请保护令 而两个年幼的孩子抱受惊吓 目前已经交由社会局协助处理 记者江议员朱光宏 新北报导